大家好,又見面了大家 過完聖誕,大家已經吃了很多肉食了 開始有點膩,添加的東西很多 請先吃一條菜,好嗎? 炒個菜,炒什麼菜呢? 我會煮豆苗,街市的豆苗都很漂亮 配些什麼炒呢? 我用金菇做個金菇爬豆苗 我們模仿一個瑤柱爬豆苗的 很適合素食的朋友 尿豆方面給了蒜蓉 如果真是吃長素的那些 但信仰可以不用這個蒜頭 我用這些凡苦俗子 用一些蒜頭下去,讓它惹味一點 材料簡單,豆苗 金菇就是這麼簡單 煮一個微微,看起來也挺名貴的菜式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那現在看看怎樣做 好,首先我們要先打一些豆苗底 先把豆苗先放一點油 豆苗都挺滴油的 在外面很多時候會飛了水才炒 那我自己呢 我就喜歡在豆苗散散散 吃豆苗的味道下去 少熱一點油,放一點蒜蓉下去 如果真是吃長素的朋友 記得 你們是不需要 不需要放蒜頭下去 就這樣煸就可以了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是我小時候 我媽教的 豆苗呢 用筷子來炒,很好吃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廚房呢,我都習慣了 那我呢 炒出豆苗呢 我都會很喜歡用筷子來炒 那豆苗呢 不用炒太久 因為豆苗要炒 這樣吧 這樣吧 加少許鹽下去 加少許鹽 加少許底味 不要太鹹 待會我們有金菇 三分一 三分一就好了 加少許底味下去 那這裏呢 又是給 這些 四分一一起醃 不停地加少許味下去 那這裏呢 你爬那個金菇 那個蠔黃色呢 那會有些鹹味 看來這些豆苗呢 現在會縮得很快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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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到那些豆的味 已經出來了 那 那 就是這樣 和那些紹興酒的那些 那些 好,豆苗炒熟後,我們先拿上來 平均勻,如果有炒東西,就把水放進去 不用太濕 當然現在要炒一些金菇 放少許油下去 用來炒一些蒜頭 又是那一句,如果真的要吃長齋 你們是不用先用的 用來炒一些蒜頭 炒一炒,然後把金菇倒進去 記住不要太快下水 因為金菇都會飆水 還有炒的時候,盡量炒香 炒香的蒜頭就可以了,不要讓它焦 焦了 好,就不要太焦了 放一個大鍋去炒 可以了 放少許油 先加了 放少許油 讓蒜頭 就很明顯 好了,要把蒜頭上吃 把蒜頭上去 把蒜頭和蒜頭 味道大約半湯匙蠔油 如果是食素的群組就有些醋味 動作很厲害 好 好 好 開始掃 拌出來了 金菇煮完後 像乾營柱一樣 加一點水 真的沒有那麼多 看情況 因為金菇真的會出水 加一點顏色 加一點色 加一點鹿臭 只會打出來 模一模過 吃金菇 吃瑤柱 喂?是嗎? 收拾收拾 好 發瘋 打到電話都不聽 好 好 加多一點水 看情況 真的要看情況 好 把芡 加一點 好 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 慢慢推下去 慢慢推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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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不好意思,那个装置不足,原来停了 都是,埋月宪的时候,看好水,你试一下加多少水,这样会出水 希望大家也喜欢,原谅我 下个星期的解释再给大家记住 记住,大家好,我是Bank and You Can,再见